所以我今天來講齁 因為我之前不是去台中演唱會 然後下面有人說 周老闆一點都不嘻哈 因為他在演唱會上面撒了一萬塊台幣 撒錢不嘻哈 唱歌也不嘻哈 饒舌也不嘻哈 那有錢人做音樂不算是嘻哈 那請問一下什麼是嘻哈 為什麼很有資格來講什麼嘻哈 因為我17歲就開始跳Breaking了 我是德明街舞社的創辦人 從我一個人 我去拉兩個學長 好全部理我 跳到整個街舞社最後變300個人 都是我一手創造 嘻哈的元素很多啦 饒舌只是其中一個 街舞啊打籃球 尤其是你去研究黑人的文化 但我自己的看法 還有很多老師他們講 就是說做自己 不要做假的冷色 那時候我去郭京北路 參謀要100萬 他叫我給你一個奶嘴在這裡做 台灣饒舌奶爸 我說我不要 他就說這就是假冷色 他要你去說到一個 大家不能記住你的樣子 我會說我平常是怎樣 我就是要在我自己的房子 那你們現在看到台邊上的音線 全部都假的音樂 我以前叫七五的時候 我一直在聽過以前 手轉最多八圈 你三圈我叫四圈 我就是要看下你 我就遇到一片手裡面的阿丘 老師我才改變我的想法 阿丘老師他說 跳舞跟音樂都一樣 怎麼是嘻哈 當一個人 就沒有放動的時候 就算是他沒有會很難的動作 他就是在跳舞了 其實根本就不是要 比誰多難多厲害 你饒舌多屌多爆 你的精神有沒有在那裡 才是重要 還是說你窮人才能唱饒舌 有錢人不能唱饒舌 昨天超派才唱一首歌而已啊 是用有錢跟沒錢來分嘻哈的嗎 我看你腦子是有動吧 兩個月前這個穿杜兜的女生 他跟兩個男的 在我對面公車的門口被我塗鴉 他想說馬的小狗殺掉 有點不爽 想一想不對啊 他塗得還蠻好看的 這也是嘻哈的元素啊 那我公車的門嘛 我常說要不要把它塗掉 我不用 也蠻好看的 越看越好看 這也是一種嘻哈一種態度